顶星的魏江真的还有心想要好好经营魏权吗 真的不会切割吗 再把汉成的字卡秀出来 我真的很想知道到底顶星刚刚的大老板的说话 他的心中想些什么 真的不会退出魏权吗 以我的看法跟我的想法 他应该不太会退出魏权 你知道他在1998年入主魏权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吗 花了80亿 买了47%的股权 而且那个时候的魏权是当红当热的 对你知道以前传一句话叫什么 南统一北魏权 没错 对所以魏权为什么花在1201 它是第一家食品公司上市的一个食品公司 龙头 对所以已经60年的一个厂商 所以它是一个幸运很好 以前是幸运很好的公司 以前是黄家黄烈货创办出来的一间公司 黄南图我还跑过它 后来它走了嘛 对以后来传给两个兄弟嘛 因为不合嘛 不合所以所以经营不下去 才卖给这个所谓的顶薪的一个部分嘛 那如果说以这样来看的话 其实你看到说这一个部分 公司啊 它是今天魏权交报纸上有提到说 它公司是为了挽救商与 它是说要找新的动作 找一个能源站到可以对付媒体的 可以跟 也不是说对付媒体啦 可以跟媒体对话的一个人员 来做一个新动作 来厘清最近的这些事情 而不是要去做一个卖出的一个动作 可是问题是现在很多人在抵制 卫权啊 因为顶薪的一个问题 它是通过极端 所以在抵制 所以有些的版图来看的话 它可恶歌 因为它现在是恶歌嘛 营业额还算蛮大的 所以它恶歌来讲 可能就会有一些不保的一个情况 所以它很多知名的产品 因为最近被抵制的时候 销量都很低 可是你知道今天工会的员工也出来说 拜托你们不要抵制我们啦 我们还要吃饭啦 你们如果一抵制我们跟这个正义也没有关系 跟顶薪的油脂也没什么关系 我们只是它底下一个人 那你抵制我们 我们要怎么办 我们没有饭吃 我们在这边 员工这边坐了很久 所以还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出来 那当然是市场上会有一些的一个员工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看法啦 不过市场上还是传出 有可能它去做一个卖出的动作 所以那个三个可能会接 魏权持股的是谁啊 其实市场传出 一个是黄烈火的一个后代家族 可能会不会回来重新接掌 这个魏权的一个部分 对就是后面的一个家族 然后第二个就是统一 统一现在是市场算是第一名的一个公司嘛 会不会把这第二名也吃下来 那市场上也在传 可是公司来讲 有说现在还没有考虑 讲到统一 等一下让我插播一下 外资的买超 麻烦您上一下 统一有没有可能去接 顶薪味家丢出来的味卷的持股 外资买超第一名 您说巧不巧 给您做参考了 外资买超统一一万多张 现在食品类股全倒的同时 统一今天股价是收红的 所以待会儿我们再来问一下 今天的外资 诡异的不得了 有问题的没问题的 统一当然现在没问题了 康师傅南桥味权 这都传出问题的 外资全部站在买方 怎么解读 我待会问维泰 因为如果顶薪味家 把股权释出来 味权的接手的人选 您刚刚说还有谁呢 其实统一了昨天的做法 我非常认同 它开放厂商 开放整个厂 让大家进去看 那我就是说 我澄清我没有事情 所以今天我觉得说 南桥可以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第三个来讲 就是传出义美的部分来讲 也可能去做一个接掌的动作 可是义美现在来讲 也说还在考虑当中 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出来 所以这边来看 味权其实都是传闻的一个部分 那如果说这边 顶薪 COSVER这边没有要释出来的话 其实我认为市场上来讲的话 可能对他的一个产品 会有一些下滑的一个情况 不过市场传出来 如果说真的顶薪要释出来的话 其实还是有很多家的一个厂商 有意愿去做一个接掌 为什么 因为他很多的一个产品 都是市占蛮高的 而且都是蛮有名的一个情况 其实那个味家的股权 其实也不贵嘛 才我们帮您算一下 20.44亿20亿元都不到 所以那么大企业大老板 是拿得出来的 我觉得应该不止这个数字 他只是还要再谈 对不对 刚刚提到他买是80亿 怎么可能卖个20亿给你 就可以了 对啊 所以他还是有一定的一个价差 不过你卖还不知道 我刚刚不讲 你把你冻结下来 以利后面的这个球场 因为之前的卫权 跟现在的卫权不一样啊 品牌价值不一样 我刚刚所提到 我们再看上面那一张图 上面那一张表 你看康师傅 一年的营业额是多少 1000多亿 对不对 最后营与多少 超过百亿 卫权只有4亿多 这一部分拿来赔偿啊 我觉得足足有余啊 你懂我意思吗 一年赚个100亿 你说这些公司赔偿能耳 赔偿多少 昨天不是传说 卫权你什么 我赔你三倍 然后每个人还付500块吗 预估才要赔多少 1.8亿嘛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我觉得不是大问题 因为毕竟大陆这一块的一个营运 跟获利来讲 是一个他很大很大的一个水准 所以如果说卫权或康师傅要打 要怎样子才有办法 整个大陆去抵制他的一个产品 对嘛 因为他八成的获利来源 都在大陆 对 没有错 可是现在来讲 大陆抵制的只有什么 只有他正义的一个油脂而已 油品而已 所以对这部分来讲 其实影响不大的一个情况 对 坦白讲 其实卫权乳品是有点被波及到 因为他是正义油脂出问题 对 没有错 对 好 然后卫权到底谁可能会接 汉成已经说了 别忘了他好像下面还有台湾之星 对 还有101 所以会不会有人接 其实以台湾之星 最近的一个看法来看 其实你可以看得到说 他很多的一个大股东 已经出来讲话了 包括像今天的一个郭台强 他说可能在投资上面来讲 就会有一些疑虑的一个情况 他可能不再继续投资的一个情形 对 就变成 昨天最新的是微宝 变成存续公司 台湾之星变成消灭公司 也有可能是这样子 把它换一个名字 可能会让大家遗忘了 对 这是确定的 好 那公开 股市公开资讯战就已经说了 对 所以换个名字来讲 也许就可以重申了 那郭台强这部分来讲 已经提出这样的一个看法了 那后续的一个贷款 能不能到位还是一个问题 所以现在台湾之星 整个虽然是开台了 可是整个营运的一个 所谓的股东结构 我们看来一张图的部分 你就可以发现到说 其实顶星是握有52%的一个股权 林元有20% 郑威有10% 金人宝的部分来讲有10% 中信有8%这样的一个股权 来看的话 其实整个股东的一个架构来讲 还算是蛮完整的 问题是现在很多人在抵制 他的营运状况会不会成为一个 所谓的营运越来越往下 这样一个情形 是大家值得特别去做留意的 那市场上也在传闻说 那他是不是就要把它卖掉 因为做不下去 可能资金也没办法到位 那怎么办 市场上有三个 可能会去接手的一个情况 一个就是做论态的一个部分 论态以前也有在往这方面 去做一个布局的一个情况 所以他这次来讲的话 论态会不会有抢先 去做一个吃下来的一个动作 另外的话 就是新光集团的一个部分 那时候4G的一个部分来讲 他也有去抢 可是到中途的时候 他是退出的 那新光集团会不会 也去抢下这一块 然后再来的话 其实现在最有企图性的就是谁 就是洪海 所以洪海会不会 跟台湾大哥大合作之后 又来吃下这一块 整个版图可能就会很大很大的一个情形 所以如果说台湾之心这边来讲 如果说真的营运上会变得比较困难 反而我认为台湾之心的这样的一个电信公司 可能就会有机会去做一个出廊的一个动作 那我今天怎么看媒体说 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林源 有没有 听说那个国泰金也有可能吃下部分顶心释出来的呢 有可能吗 也是有可能去吃下的 可是他比较不会去做一个主导权的一个动作 对 那另外的话 包括像101 你看到说101的一个结构来看的话 其实也都是泛工股比较大一点 所以这次的一个公股来讲的话 也都认为说下一届可能就不让顶心去做一个 所谓的董事这部分的一个情况了 所以有可能把它拿回来的一个格局 再来的话 我们可以看得到说康师傅的一个股权 康师傅这边来看的话 你可以看得到说顶心的一个部分算是最大的 然后日本三洋食品 然后魏英州还有其他的一个部分 所以他是跟日本一起合作的 所以现在来讲 包括像大陆的一个全家 他就是跟日本一起在大陆去做一个合资的一个部分 做一个开发的 所以我刚刚所提到 如果说这边魏家 这次的一个问题 出了这么大的一个楼子来看的话 国内的这些厂商 国内的他这些公司来看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营运上面的一个困境 可是对他整个集团来看的话 可能还是九牛一毛的一个格局 所以对他的一个杀伤力不会到很大 因为他整个的一个事业版图 都还是在大陆这一块 所以整个台湾来看的话 应该他可以度过这次的一个难关 所以你研判他不会跟台湾切干净就对了 我觉得不会 因为毕竟来讲他这种人 我认为他们魏家这种人 他们是很爱面子的 对 爱面子的 所以他在大陆赚了钱回来 他希望说在台湾让他风风光光 可是没有想到 现在这次的问题跟30年前一样 什么照片有啊 可是各位要记得一点 他1998年蚩尾权拿四成对不对 他2008年的时候TDR过来那个地方 当时魏英州先生讲过 他说我三支掌停板之后我就风风光光 各位记不记得这事情 四十五块挂牌有没有 一根掌停板换下来了 这个就叫捞钱 所以啊 这就捞钱 其实他把当时TDR的部分 从香港拉过来这个地方 各位都忘记2008年的时候 各位可以查一查那个事情 所以宇哥啊 因为刚刚汉城讲的是比较乐观一点一点 也许大家很坚望一下就忘了 可是这一次全民抵制是 好像就不是好像是来真的 其实基本上四个字就叫居心不良 出发点就不对 我们抓股权认同 抓股权的一个部分 TDR转移过来这个部分来讲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其实商人会赚钱 一定要有方法 没有方法 没有比较大的一个计谋 他是赚不到钱的 所以我认为说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认同刚刚宇哥所讲的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好了 因为呢 典型集团这么这么样的大 到底会不会跟台湾贴个干净 今天呢 该追的面向全部都追了 只是呢 风暴力功如此之扩散 难道外资不担心 也不害怕吗 刚刚那张字卡 有够悬疑的 这是今天最新的哦 伟大你怎么去看待 风暴核心 外资照买不误 真外资假外资 买的理由何在 好 我想刚才这个汉城说非常清楚 目前在台湾的食品业 老大哥就是统一 然后排榜老二的就是在这个 卫权的部分 那我说卫权 接下来在整个台湾的一个市场 市场率 因为这一次的风暴 开始往下掉的话 请问谁受贵 老大统一 应该是老大统一嘛 对 所以其实统一 不管是像刚刚外传的 他可能会去接卫权也好 如果接了 他就独大 对 一定独大 对 他如果不接 他还是最大 是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想外资这一次 趁着这个统一往下掉的时候 去把这个统一的一个 这种所谓股票去做个承接 我觉得应该是打了这样的算盘 原来 那我刚刚也大概看了一下 就是外资今天买超的一些 这个个股来讲 他不仅只有买超这个统一 也是跟卫权有相对应的 他还买超到什么 买超到远传 买超到台湾大 对 就买超到台湾之心的另外两个 对手 真的耶 对不对 对 所以其实我想在这一次的一个风暴当中 外资他看起来是在这个旁观者清的一个角度 他反而认为说这一次 因为这个利空下来 反而对于他在这个布局的一个选择上来讲 有更新一步的一个看法 对 所以以您的研判 外资对于这个顶星集团以外的这些对手 他的买盘会延续吗 请问 我想如果以目前这样子状况来看 我个人研判应该会延续下去 OK OK 知道很特别了 帮您做点掌握 而且还有一点 因为刚刚我已经讲到了外资买卖 我快速报告过 就在今天外资买盘当中 集中好多的传产龙头 统一中钢华航 还有包括了这个长荣航空 这些都是传产的龙头 共同买超外资投信同买的 有华雅科 华航远船 长荣航空 富邦金控 昨天富邦金控还拉了尾盘了 今天同卖的也变多了 同卖哦 智越光 包括了鸿海 联电 一家 同步卖 糟糕 说到了那个鸿海 我时间关系 怎么外资八个来了 对苹果派要调降 到底怎么回事 留给鼠方姐说明白 真降 假降 用意何在 还有一点 黑心油事件 我们真的要感谢 一个小摊贩商 他是谁 因为他一个好奇心 把国内的黑心油事件 整个给挖大了 回到现在之后 我们还要再追一样东西 就是台积电明天法说会 重点呢